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老人的退休金不少 可是儿女却不愿意给他们养老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林阿姨今年已经70岁了 她的退休金每个月有7500元 7500的退休金比儿女的工资还高 这样的老人 儿女应该争着抢着给他养老才对呀 可事实却是儿女不愿给他养老 儿女是怎么想的呢 听听女儿怎么说 女儿 陈女士 我妈今年已经70多岁了 她退休金有7000多 这个退休金 确实比我的工资还高 我每个月工资也就4000多块 她退休金虽高 但我一点也不想给她养老 我妈这个人有种特别可怕的气场 所有人只要靠近她 跟她相处 那么必定会心情抑郁难受 我妈有一种神奇的本领 就是让周围的人不高兴 我妈年轻的时候就事业心很强 工作能力很强 家里的家务事都是我爸在做 我妈一点都不懂得心疼我爸 从来不赞赢我爸 一回家就骂我爸 我妈这人在我爸面前特别强势 经常一回家 就噼里啪啦 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我爸 小的时候 我是看多了她骂我爸 我爸这个人很软弱 从来都不反嘴 但我爸心里很抑郁 和我妈这种力气很重的女人在一起 每个人日子过久了 都会发疯的 我妈眼里只有钱 她认为 会赚钱的人 就拥有绝对的主导权 她看不起我爸 所以我妈一不开心就骂我爸 我爸窝囊了一辈子 抑郁了一辈子 最后 跳楼死了 我妈说 我爸是自己想不开 想太多 自杀的 但我觉得 我爸其实是被我妈逼死的 长期活在被老婆看不起 责骂 苛责的氛围里 任何一个男人 都会自尊心崩塌 我爸这个人舍不得伤害他人 所以最后 他只能害了自己 从小到大 我和我哥都不怎么喜欢我妈 我爸死后 我们更不愿意和我妈 有过多的交流 纵使老公死了 而女儿不怎么待见她 我妈依然活得很有劲 她就是那种 只要能挣到钱 就觉得日子很好的女人 在她眼里 一切东西 都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 她是一个感情稀少 冷漠的女人 每年大年三十 我和我哥都会回去过节 我们是看在节日的份上 才会回去陪我妈的 可我妈依然还是会趁着大过年的 使劲骂我和我哥 嫌弃我和我哥没出息 每年过年后 我和我哥都会从老家落荒而逃 因为我妈对我们是每一天 从头骂到脚 没人愿意相信 世界上有些母亲 对孩子根本就没有温情 我妈就是这类 对孩子没有温情 对家庭一向很苛刻 没有多少柔情的女人 这样的妈妈 我希望她永远能靠自己 永远不要生病 因为她那古怪的性格 我们做儿女的真的受不了 当初我和我哥说 既然她有退休金 那么将来她的养老问题 应该不需要我们俩兄妹操心 但我们想得太天真了 哪怕她有退休金 老了之后 钱也没有办法帮她 说起来可笑 以前年轻的时候 她根本就不在乎亲情 不在乎和儿女之间的交流 不在乎老公的生死 老了之后 她突然又渴望亲情了 因为她看到老了之后 别人家的儿女都围绕在父母身边 对父母嘘寒问暖 所以她也开始对我和我哥 行使母亲的特权 要求我们做儿女的为她尽孝 给她养老 说给她养老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我哥立马拒绝了 我哥说 你有退休金 你可以自己请保姆 或者去养老院 你的退休金比我们工资还高 我们没空给你养老 我们还要照顾我们的一家老小 哥哥拒绝得非常干脆 可我有点软弱 我没有拒绝 但我也没有答应 其实父母晚年已经请了几个保姆 每个保姆都被她骂得落荒而逃 母亲的古怪脾气 一丝一毫从来没有改过 不仅骂自己的老公 骂自己的儿女 连花钱请的保姆也骂 从来不懂得要考虑别人的自尊心 她都没有想过自己说出口的话 会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 年轻时 母亲没有给过我和我哥多少关爱 现在老了 却又要以母亲的资格来让我们尽孝 不是我和我哥不愿意尽孝 如果她是一个很好相处的老人 哪怕她没有退休金 我和我哥其实也愿意帮她养老 毕竟她是生我们的母亲 可她的性格真的太令人难以相处了 哪怕她每个月有那么高的退休金 哪怕我和我哥是她的亲人 我们和她相处也觉得很痛苦 她每天很爱骂人 她一张嘴就有本事让别人心情不愉快 和她生活在一起 日子久了真的会发疯的 我不知道别人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母亲 有些女人强势了一辈子 她们的眼里只能看到钱 她们很冷酷 很冷漠 对老公孩子很苛刻 这类女人一辈子都在忙着赚钱 老了之后 却又突然渴望亲情了 可是儿女跟她在一起 真的很痛苦 哪怕她有高额的退休金 儿女其实也不愿意给她养老 前几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 也说起了养老的话题 一个朋友说 我们这一代就别指望养儿防老了 看看身边有多少老人 养了几个孩子 到老了 孩子们互相推诿 自己得不到保障 最终凄惨离世 另一个朋友说 这就是现实 所以我们年轻时要多存钱 以后进养老院 这样晚年也会舒坦些 听完朋友的话 心里感触挺深的 现在我们年轻人 见到过身边太多现实 觉得养儿防老太不靠谱 老了有钱 就去养老院才是正道 所以想要晚年舒坦一些 手里一定要有钱 一定要有钱 晚年才能过得舒坦 现实会告诉你多残酷 别抓错重点 爱是主力 金钱是辅助 想要晚年过得好 有钱是必要的 但只有钱也是万万不可的 认识一个大爷 每月有退休金 有自己的房子 还有几套房子在出租 手里那是不差钱 确实 大爷身体还硬朗的时候 日子过得挺潇洒的 可是随着大爷年纪越来越大 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 想找人依靠的时候 才发现 他女儿已经二十多年没和他联系 儿子出了意外早逝 儿媳带着孙女远嫁他处 自己想卖房去养老院也不收 因为没人给他签字 等到真正老了的时候 会发现 钱虽然可以让你请个保姆照顾 但对于保姆来说 照顾你 只是他的一份工作 完成他应该做的事就好了 在感情上 保姆是很难给你一丝宽慰和柔情的 所以等到晚年会发现 想要过得舒坦 爱是主力 金钱才是辅助 因为真正的陪伴 真正的幸福 能让你每天过得舒坦自在 有说有笑的日子 不是靠金钱买来的 而是有家人的陪伴和亲情 才能让你看到 尽头的晚年生活里 多一些天伦之乐 要知道 对于很多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 可能对钱也就没什么渴望了 只要有亲人在一旁陪伴 有钱只能是锦上添花 有亲人有亲情 才是雪中送炭 当老了更会明白 金钱对于晚年的舒坦生活 只能算是锦上添花 如果老伴在身边 儿女都孝顺懂事 有钱没钱其实没多大关系 有钱的话 自己心里更安心 可以减轻孩子们的负担 自己也不用拖累子女 还能对子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当父母需要照顾的孩子 子女也会义不容辞 去父母床边尽孝 但是大部分父母年轻时 为了孩子呕心沥血 掏空家底 年老时有存款的也不多 这时候 如果父母年轻时 对孩子的教育得当 注入了大量的爱 那么孩子也不会觉得 年老不能出钱出力的父母 是累赘 如果父母生病 很多子女 就算是拼尽全力 也会给父母争取一线生机 只有自己生病 动不了的时候 才知道 只有亲人亲情 才会雪中送炭 所以想要晚年舒坦 一定要一手养情 一手抓钱 结束语 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 有些人运气比较好 他们的父母 特别善解人意 一辈子都懂得为儿女着想 但有些人运气并没有那么好 他的父母一辈子 性格都很刁钻古怪 从来没有疼爱过他们 老了之后 却要以父亲和母亲的名义 来要求儿女给他们养老 这类老人 往往很难相处 儿女和他们待在一起很痛苦 虽然很痛苦 但他们也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所以儿女最终也得想办法 给他们养老 如果自己没有办法 和他们待在一起 如果自己没有办法 做到亲力亲为的给他们养老 那么最后能选择 把他们送到养老院去